佩洛西的言论进一步证明其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纵容支持 佩洛西公然将台湾称为国家 是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严重政治挑衅 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大搞去中国化 渐进台独 在国际上竭力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佩洛西在此情况下窜台 高调宣称代表美国 显然是一次官方性质的访问 旨在挑动两岸对立 干涉中国内政 性质极为恶劣 中方从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出发 从维护不干涉内政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出发 从真正维护好台湾和平稳定出发 完全有权也十分必要 对美方挑衅做出坚决反制 佩洛西拿所谓民主做幌子 为他窜访台湾找借口 这是完全徒劳的 佩洛西窜台无关民主 而是违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意志 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作秀 是对民主的践踏 是美国一己私利 凌驾于国际公益之上的体现 佩洛西如果真正在乎民主与人权的话 他应当去访问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 利比亚 向数十万死于美军炮火下的无辜百姓 表示忏悔 确保绝不让美国肆意违反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恶行 再次上演 中国将与热爱和平 主持公道的各国朋友一起 坚决反对一切干涉别国内政的言行 坚决抵制一切迫害地区和平的冒险动向 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 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与世界和平